大家周末好呀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轻松的话题 就是新移民如何找对象 很多新移民都是全家人一起移民过来的 但是也有很多国际学生 以及一些失婚的人士 怎么在这个异乡国度里面找对象呢 如果是一个人移民来加拿大 可能不免感叹孤单一个人 现在就来谈谈加拿大人如何找对象 进而如何和男女朋友交往 甚至于结婚后的夫妻生活 以及两个结婚家庭的相处之道 首先加拿大人通常是在同学或同侪之间找对象 不过因为网络发达 也有不少人是在交友网站上找到另一半 当然也有人参加Blind Dating 也就是集体的相亲活动 大家去一个集会场所 陌生男女透过不断地换对象交谈 进一步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 但是对于新移民来说 找对象就比较困难 怎么说呢 因为新移民一来加拿大 就要解决新生活和财务等问题 除非是在十几二十岁就来加拿大念书 否则大部分的新移民社交圈都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狭隘 很不容易遇到合适的对象 所以有些新移民就在教会或透过其他移民们的介绍来认识新的朋友 其次加拿大人约会的时期如何和男女朋友相处呢 因为加拿大人讲求男女平等 使得这个观念不但在男女交往时体现出来 更是在夫妻生活中彻底落实 我在之前做过的婚姻财产分配视频中就说过 不管同居或结婚的伴侣是否犯错 对于两个人的责任和权利都在加拿大的法律保护下 平均分担享有 因此在加拿大男女交往的开销大多会五五分账 也就是AA制 特别令我惊讶的是 男女朋友约会结束后通常都各自回家 一般来说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人 不太会送对方回家后再回自己的家 另外加拿大人不管是还在男女交往期间 或者是结婚同居以后 通常是以两个人的生活为重心 至于对方的家庭 父母等都不太在意 换句话说 加拿大人认为 今天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和你在一起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恋爱同居或结婚这些事情和两个家庭没什么关系 对方家庭无权过问我们的事 所以举多加拿大父母 即使不喜欢未来的女婿或媳妇 也无法阻止小孩子们交友或结婚的行动 并多给点意见 当然也有好一点的加拿大人认为 如果对方的家庭有难 需要我的帮忙 可能会在个人能力的考量下多少协助一点 例如财务支柱 但是这并不是不需要还的哦 伴侣关系是一码事 对方家庭又是另外一码的事 不可以混为一谈 举例来说 在我工作的单位里 有个白人婆婆就说 在她没生病以前 有时候在家庭聚会中 看到媳妇带小孩的方式 有点不顺眼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儿子或媳妇半句话 为什么要忍住不说呢 这个白人婆婆说 她的孙子是媳妇的孩子 她没有权利说什么 她应该尊重儿子和媳妇 教育孩子的方式 她只管享受和孙子的天伦之乐 不插手教养问题 同时加拿大人江南女朋友 不太会问对方的收入存款等 他们认为这是对方的隐私 不应该问的 不过通常在交往期间 双方都一起分担约会的费用 不会单单由一方出钱 对于华人移民来说 有很大的文化冲击 因为这和传统的南方买单观念 有很大的出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加拿大法律和个人都一致认为 败露双方 不管谁比较有能力外出工作 谁比较适合待在家里 照顾小孩处理家务 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程度是一样的 并不会瞧不起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妇 加拿大人认为家务和照顾小孩等工作 也应该是有价的 不可以被忽视 所以加拿大伴侣间 不管在财务或家务的分配上 都景象于二分法 双方平等对待财刑 并且加拿大是没有通奸罪 可以处罚出轨的一方 不过 有外遇对象这件事 如果被现有的伴侣 掌握了证据的话 是可以被当作离婚的理由 我在加拿大移民生活当中能看到了很多交往的男女 虽然一起生了很多小孩 也不会同居结婚 还各自继续找新的对象 特别是一些青少年们 生了孩子 领着单亲爸爸或单亲妈妈的政府补助金的同时 继续和新的对象交往 像我工作职场上就有一个同事 他的四个孩子有着四个不同的爸爸 虽然如此 他还是不结婚 自己领着政府的单亲津贴 教养四个孩子的同时 还在交男朋友 所以在加拿大 对于家庭的定义 已经不再是父母和子女了 因为加拿大法律保护同性结婚 产生了新的家庭模式 例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 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生活 也有很多小孩的亲生父母 从来没结过婚 因此在加拿大 很多小孩的兄弟姐妹都是没有血缘的 除了以上的原因外 更因为加拿大人很喜欢领养小孩 所以家里的孩子们可以看见是来自不同的种族 最后在全世界离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 加拿大人更是崇尚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的婚恋境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粉红天平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按个赞吧 祝您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